嗨,亲爱的清单控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中 从今天的课程开始,我们的清单思维课程即意味着进入了尾声 在后面的几个课室中,除了对之前的课室进行复盘之外 我还将告诉大家一些使用清单的技巧,以及一些最后的思维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说技巧 在课程中,有一位小伙伴加了我,告诉我一个他的看法 他说,即使是工具,也需要控制它的数量 否则工具太多,会很容易造成混乱 这是非常正确的,清单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就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收集系统 你所有的代办事项,对于已经完成项目的经验总结 全部都应该汇总到这个系统当中 如果我们将它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那么,当你需要使用它们的时候 你得打开相应的工具去查找 而且,如果遇到很久没有使用过的清单 可能你忘了它在哪儿 你还得每个工具都去检查一片 这样的效率就太低了,对吧 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需要刻意地去控制你清单管理工具的数量 所以,在训练营当中 我们只介绍了四款用于清单的工具 但是,完全够用 它们分别是专注于创造阶段的A4翻格笔记本和幕布 以及专注于管理阶段的递达清单和印象笔记 在我的使用过程当中,也正是这样来使用的 但是,在我创造清单的阶段 除了翻格笔记本以外 我还使用iPad加Apple Pencil 再加上Notability这款APP 就能够直接在iPad上利用翻格笔记本的纸来书写 所以,如果把我的清单系统列成一个清单的话 会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PPT当中的图片 说这些的目的在于 第一,你需要刻意地去控制 去精解你的清单工具的数量 第二,你得做到非常了解你的清单系统 你必须得知道 在创造清单和管理清单的每个阶段 你分别有哪些工具 尤其是在清单的管理阶段 你必须得知道 什么工具保存哪个类别的清单 哪些清单是保存在哪个工具当中的 只有这样 当你需要使用一份清单的时候 你才会心里有数并快速地找到 所以,不妨现在为你的清单系统 也列一份清单 你可以按照我们之前提出的 使用清单的黄金法则来使用它们 第一条黄金法则 在创造清单的阶段 尽可能使用更加专注的纸质工具 而在管理清单的阶段 则使用APP一类的电子工具 第二条黄金法则 对于代办事项清单 请务必使用专门的事物管理工具 比如滴答清单 而对于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 则使用笔记内的工具 比如印象笔记 OK,刚才我们所说的技巧 是必须清除你的清单工具 无论是在创造清单 还是在管理清单的阶段 而且必须要尽可能地控制和精简 这些工具的数量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 在管理清单时 需要关注的两个维度 纵向和横向 之前的课室中 我们分享了 在学习工作和生活 以及时间管理等等场景当中 使用清单的方法 运用这些方法 你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清单 来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更高效 更轻松 更正确 我们不难发现 像这些列清单的方式 其实都是找到一个主题 然后深入地分析其中的步骤和物品 并且把它们一一地挪列出来 最终形成一份清单 像这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称之为纵向 一层一层地往下书写 而要高效地使用这些清单 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横向清单来实现 什么是横向清单呢 说得通俗一点 横向清单 就是针对于一个细分领域的 清单的清单 比如你在学习中读书的时候 如果你使用清单笔记法的话 那么会列出很多的读书笔记清单 如果想高效地使用它们 那么你可以把这些笔记都汇总在一起 为它们建立一份清单 也就是一份步路或者索引 这样一来 当你需要查找和使用的时候 就能够直接打开这些索引 打开它 像这样的横向清单 你可以把相关领域的清单 汇总在一起来方便地管理它们 基于此 你可以建立出活动策划中的步骤的横向清单 里面包含需要准备的物品的检查清单 前期准备工作的流程清单 后期表彰工作的流程清单等等 在生活方面呢 你可以建立陪宝宝成长的横向清单 里面主要会包含 为宝宝读的绘本的检查清单 想带宝宝去旅行的目的地检查清单 宝宝感冒发烧的时候 应急的流程清单等等 这是关于横向清单的理念 而若是到工具当中 你可以使用印象笔记 来把多份清单建立一份索引 以实现这样的目的 如果是纸质清单 则可以使用印象笔记进行拍照 直接保存到其中 值得欣慰的是 大部分的手写笔记 在印象笔记当中搜索 都是能够搜索出来的 连我的字都可以 不可思议吧 关于横向和纵向 我们再多说一点 其实在学习和工作中 横向和纵向都是一项非常受用的思维 纵向代表的是深度 横向则代表广度 如果在做一件重要事情的时候 你能够把横向和纵向都兼顾到 那么你考虑到的问题是绝对不一样的 同样在学习中 我们也可以运用这一理念 来把一项知识学得更透彻 之前的学习方法课室当中 我们曾经讲过复盘的维度 对吧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去年我对历史很感兴趣 其实更早以前我是完全没有兴趣的 我们读书的时候就让你背背背嘛 对吧 而读书这事真的是一个无底洞 你读一本书觉得不错 里面提到一个领域的知识 然后就会去探索它 久而久之 你读的书越来越多 就会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越来越多 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 知识越多的人越是觉得自己无知 因为你已有的知识是一个圆 圆以外就是你不知道的知识 而这个圆越大周长越长 接触到的不知道的知识也就会越多 正因为如此 以前从来对历史不感冒的我 在读了一些书之后 兴趣猛争 所以我想系统的了解一下历史 在了解历史的时候呢 我选择的第一套书是宁星号的 哇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学 我很喜欢这位作者 他还有哲学家们都干了些什么 这样的一些书 写的非常精彩 这套书呢 以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 拉通了整个中国史 让我对中国的历史 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 根据这本书呢 我做了详细的清单笔记 并划分出了中国的主要朝代 以及每个朝代在政治 科技 商业等等方面的重要成就 其实这就是横向学习的过程 先拉通一个全貌 然后为了巩固这个全貌 我又买了一本名为 用连表读懂中国史的书 很少了一本书 二十六块钱 这本书以时间线的方式 拉通了整个中国历史 以及相关年代的大事件 之后当我再对他们进行 纵向学习的时候 我就有了很好的基础 对吧 然后在一位热心读者的推荐下 他也在我们这次的训练营当中 我又买了一个关于日本学者写的一套十本 关于中国历史的书 书的名字叫做中国的历史 一本书讲述一两个重要的朝代 自此呢 我的历史学习告一段落 这就是我结合横向和纵向的学习方法 要是在中学时期 我就知道这样的学习方法 那绝对是学霸呀 所以现在综合横向和纵向 我们作为清达学习法的补充 来说说两种学习的方法 第一种是至上而下的学习 所谓至上而下 就像是我学习历史一样 先了解一个全貌 再针对各个朝代来攻破 先兼顾全局和整体 再深入学习单个目标 先横向再重向 而至下而上呢 则是反其道而行之 先研究一个目标 再组合成为整体 现在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哪一种学习方法更好呢 其实在我的理解中 这个问题不应该存在 不同的需求 应该使用不同的方法 比如一位外行 想要了解一个领域 并在短时间内 做到跟同行同等的 层次 这很难 对吧 但你还别说 真有一些人 有这样的需求和能力 比如一位咨询师 就像是我的前半生 这部电视剧里的主角 那样的职业 这种快速了解一个行业 并做到足够深度的能力 是咨询师 那以生存的根本 他们时常需要在一个月 甚至更短的时间里 了解一个全新的行业 并给予客户 足够有建议 咨询师的学习方法 就是先横向再重向 他们会阅读大量的书 查找大量的文献资料 通常会先读一些 关于行业全貌的书 通过这些书 勾勒出整个行业的版图 然后再去逐个功课 他们用这种至上而下的方法 很快完善这一行业的知识地图 甚至现在越来越多的职业 并不是要求你对多少行业 了解得有多深 而是要有多广 这就是现在比较需要的 T字型的知识结构 T下面的一竖 代表着你需要有一项 足够精通的技能 而上面的那一横呢 则意味着你要在多个 其他的领域 有着不是那么深入的理解 比如现在互联网行业当中的 产品经理和运营这个岗位 就需要这样的人才 他们看上去好像什么都不精通 但是他们懂得多呀 一个产品经理要懂业务流程 要懂设计和UI 还要懂一些技术 至少得知道这些功能 大致的实现方式 或者能不能实现 对吧 另外还要知道 如何跟开发人员巧妙的周旋 还能给自己留条活路 而自下而上呢 其实这是一种 更考验你全局观的学习方法 比如在了解历史的时候 我先读各个朝代的书 然后再凭自己的理解 画出中国历史的全貌 这是一份比较有挑战的拆手 对吧 但是这个过程 因为你是完全凭自己的理解 勾勒出全貌的 而且你是自己参与和实践的 所以你的理解深度 会更胜一筹 OK 刚才我们对清单的两个维度 纵向和横向 做了一些拓展 想告诉大家的 不外乎就是 在工作和学习中 接收新知识的一个过程 不仅仅是要专注于 纵向的深度 还应该关注 横向的广度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 既件数目 又件数灵 第三个技巧 我建议你在使用清单的时候 为你的清单建立一个规范 并把这个规范列成一份清单 你可以为哪些内容定义规范呢 第一是清单本身的类别 这就是我们课程中讲到的清单的三大类别 检查清单 流程清单 和代办事项清单 代办事项清单 没有什么好说的 所有的代办事项里都是使用 递达清单这样的工具给管理起来的 对吧 而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 我是分别使用CL和FL来表示 同时我还有一个备忘清单 用于记录一些备忘的信息 我这个是用ML来表示的 第二是清单所记录的内容的类别 比如这是生活中的清单 学习中的清单 你都可以建立一个相应的规则 不过这些清单 我通常都是保存在印象笔记当中 并用笔记本和标签来标示它们 第三 如果是代办事项清单 你可以在递达清单当中 使用标签来管理不同的清单 就像我们之前课室当中所分享的 Expomo Focus这样的标签 最后你还可以结合状态标签 来更好的审视它们 但是不管你使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都应该列这样一份 关于这个规范的清单 以帮助自己更好地审阅它们 这里我可以给出一些建议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很少分享自己现成的清单 对吧 因为我认为我们这是一个 以思维为主 工具和运用为辅的训练营 当然我把我自己的运用方法和工具 都分享了出来 但仍然很少分享自己创建的清单 这是因为清单这玩意儿 在掌握了我们已经在训练营里 分享的内容之后 它会极为简单 你也可以很轻松的 就列一份满足自己需要的清单 而剩下的就是发挥你的创意 打开你的脑洞 来根据自己的需求 列出自己的清单 而这个时候 我分享我自己现成的清单 会干扰你的创意 所以我选择了在训练营中 为你分享更多 我关于使用清单的方法和技巧 在学了我们前面的课程之后 很多小伙伴都列出了 对于自己来说非常实用的清单 比如有人列出了 购买一项电子产品的时候 对于参数要求的检查清单 以提醒自己以购买到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为目的 而不要过度消费 有人列出了重要文件的版本清单 应保保存重要文件的每一次修改记录 清单只要掌握了思维 那么在形式上 它就会从工具变成一项很大的容器 任何的内容 你都可以使用清单 来让它更加的易用 更加的简化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课室 课程中分享了一些清单使用中的注意事项和技巧 希望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运用清单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室就到这里 我是清单控刷流 一个虔诚的清单行徒 我们下次课室再见